影片開始前別忘了訂閱按讚並且開啟小鈴鐺 根據YouTube後台顯示 還有70%的觀眾沒有訂閱 還請各位大俠們江湖舊集 動動手指舊舊偷主播 另外本頻道的會員機制已經開啟 最低只要15塊就可以幫偷主播加菜 進入我的頻道首頁就可以加入囉 哈囉大家好 我是Tommy又見面了 今天來跟大家聊一下台服情人節的活動懶人包 首先是繁中版的限定活動 體力消耗回饋活動限時20天 從3月17號的中午12點開始到4月5號 只要累積體力消耗達4000體 就可以獲得非常多的遊戲素材 還有機會抽到彈射世界的實體周邊 看官網的這個呢 也是有機會拿到我們的萊特娃娃 我自己也有一個非常可愛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記得要關注一下 粉絲團應該都會有最新的活動告知 那達成4000體呢 也會有這個迷你星導師增量包 不知道是不是直接送應該是啦 那等於說應該就是送有償食給各位喔 台服的玩家還是非常幸福的喔 這種繁中版的限定活動就是好棒棒 千萬不要錯過 然後3月17號的中午12點開始到3月31號 一樣有我們的劇情活動 情人節的副本 這個膽小的Pro Yields 這個有一個綿羊在這裡 很可愛喔 這次是非常非常好看的例會 那這個活動呢 除了可以得到本來副本就可以拿到的素材以外 一樣有我們繁中版的限定活動喔 只要挑戰活動關卡 魔晶羊超級並且通關完成 就有機會符合我們的抽獎資格喔 只要在你的隊伍裡面 有放入這6隻角色喔 分別是色塔 還有這一池的限定雙馬尾 小老鼠 船長 火狼 跟嘴炮女 那以一個活有力的副本來講喔 要放入這6隻的其中一隻是相當容易的喔 所以大家也千萬不要錯過 只要有符合資格的玩家呢 將會抽出200名可以獲得600顆星導石喔 也是我們繁中版限定活動啊 只要是我們繁中版限定就是好棒棒 千萬不要錯過能勤就能勤喔 希望200名都是有看完這部影片的好不好 點個讚喔 增加你的應得 祝你中大獎 然後呢一樣是3月17號中午12點開始 到3月底有我們全新的活動 戰鬥探索源喔 也就是日服俗稱的爬塔 這個大家應該也期待很久了嗎 我也不太確定 我覺得剛好也可以借這個機會喔 看一下我們台服哈扣的玩家到底有多少喔 只要是前1000名的都可以獲得這個活動裡面最高貴的稱號 也是我自己平常在使用的稱號啦 目前日服的每一次爬塔活動呢 我都還是有爬玩的 像我現在的這個介面裡面喔 就是戰鬥探索源1 然後有一個REV3 這就是最高階的稱號 那這個活動呢跟競速不一樣 他能給你的就只有稱號 沒有任何其他的獎勵了 那跟競速比起來呢 爬塔其實是比較考驗就是玩家的BOX量到底大不大 你有沒有辦法組出非常非常多有力的隊伍喔 來去挑戰這個無盡爬塔 那這一次呢就是活有力的爬塔喔 也是全遊戲的第一次爬塔 那這個爬塔呢跟以往的競速比起來喔 我覺得競速還是比較凹啦 這個爬塔其實相對來講 即便是要手抄的乘數喔 也不會到真的很難 但說實話喔就玩起來就是比較沒有什麼熱情 不過如果你想要拿到這個稱號的話 在我打日服來講我覺得是不太困難啦 而且在這個爬塔的排行榜裡面呢 你也可以看到前面的人都用了什麼隊伍喔 那如果你是想要當這個攻略組的喔 現在也有非常多文章喔 隔壁小黎也有影片喔 你們都可以參考一下 前七層應該都是輕鬆AUTO啦 在我的印象中也是這樣 八九十層喔 才是需要靠手抄去凹的 那我自己在這個日服爬塔的一些經驗啦 因為我不太確定台服會不會血流成河喔 不一定是受用的 以我自己的經驗來講 在日服最近一次的爬塔裡面喔 譬如說我們是前一千名 可以來獲得最高階的稱號 那我們就可以去看說 其他玩家現在爬到哪 那基本上呢 待在同一個層數 譬如說同樣是打到第九層的玩家 都是好幾百個 那他們也會有這個名次之分嘛 只要你最後一層的通關時間越快喔 你在同層數的玩家裡面 你的名次就會是越高的喔 並沒有什麼 誰先刷到第九層 誰就是第一名 並不是這樣子算的 所以這就造就了 如果想要拿稱號的話 有一些小技巧喔 就是我們現在假設 四百名到七百名的玩家 都是在第九層 然後七百零一名呢 到一千名的玩家 都是在第八層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雖然說我可以把九個隊伍都組出來喔 但我可能會捨棄第九層 因為我直接打第九層 還要去凹那個時間長嘛 然後也有可能會因為我的練度不夠 我的磁條沒有開 我的二樓沒有開 所以沒有辦法打得比別人還快 那我可能會把我最強最強的隊伍喔 就是擺在第八層 然後我可能就不會把他們拆成兩隊了 我們把他們拼湊起來 那當然實際情況也是要依照你的BOX 還有你最後決定要用哪幾個隊伍 來挑戰這個爬塔而定啦 那舉例來講的話 我自己就是把這個比較好的隊伍呢 用在第八層 然後讓我第八層的成績是名列前茅的 所以我就是相對安全的 可以去拿到爬塔最高的稱號 然後我的成績也是比較穩定的 然後打起來也不會那麼累 因為我們的隊伍夠強 如果你真的要把非常強的幾隻角色 再拆成不一樣的隊伍去挑戰爬塔 其實那個過程也是滿痛苦的 那除此之外呢 爬塔也會有每天需要周回的小關卡喔 一樣是拿我們的素材然後去換東西喔 那獎勵呢其實是相當不錯的 所以也是每天都記得要挑戰一下的活動喔 那這次的活動就有兩關喔 都是過去出現過的BOSS 一個是這個束妖 另外一個是這個綠色的龍 那這個綠色的龍呢 台服的玩家可能比較陌生喔 因為當初日服是在兩宮春日的合作的時候 出來的關卡裡面才出現的這個BOSS喔 那台服的話沒什麼意外 應該是不會有兩宮春日的啦 應該也不用期待了 不太可能會像R10那樣子 隔了那麼久再出來喔 當然我也不敢把話講死啦 只是我自己玩過很多其他的遊戲喔 只要跟兩宮春日有關的合作呢 台版通常都是沒有的 好那這兩個關卡其實就有非常多種組合喔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日服網站這裡 這邊是比較低戀度的編程喔 你看這邊還有用到左倉 然後下面甚至是四星的這個花火 應該是相對比較容易的啦 那如果想要秒殺的話 剛開放二樓的張便喔 這邊雷背水可以直接打第一關 水技傷呢也可以直接打第二關 不過水技傷這邊是要有一叉詞條的 如果你不想要用水技傷的話 也可以用這邊星人喔 我沒有的角色 這也是可以輕鬆打 色塔的話呢也可以非常快 只要25秒就可以通關喔 那也是建議能開的東西都盡量要開啊 最後呢就是3月17號中午12點登場的 新角色精選轉蛋 情人節限定池 總共有兩隻限定五星角色 分別是粉毛雙馬尾 雷提西亞 還有這個短毛的黃法 五星的尼朵 或者是奈特都可以 這個是官方翻譯 所以我們叫他尼朵 那在這個池子裡面呢 還有一隻四星角色 要特別注意一下喔 他只是常駐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直接把他從畫面中拿掉 沒有抽到這個四星角色也是完全不需要在意的 這一次的限定呢 只有這兩隻五星角色 那我們就先來聊一下我們的雙馬尾 他有一些小彩蛋喔 隊長技這邊 火屬性角色的攻擊力加54% 然後如果有暖機的話 可以達到160%的攻擊力 剛好160加54就是214 是情人節的數字喔 算是這隻角色的一個小彩蛋 然後解放後的立繪 也如我畫面中一樣 非常非常的好看 但也就僅此而已喔 這隻角色呢 我覺得撿到當賺到 其實出場的機會不是很多 當然這隻角色喔 不會到沒有用啦 甚至是日服最近的這個機兵啊 我也是有用到他的喔 不過我覺得那是關卡太難的問題喔 有沒有這隻角色影響應該也不是最嚴重的 然後在未來的一些高男回有力副本裡面喔 這個雙馬尾呢 其實也都是要綁定其他更強的角色喔 所以他也不是首選 如果你的石頭真的夠多 又或者是你覺得他立繪非常好看的話 我是可以建議抽到有的啦 但如果不是的話呢 可能就要考慮一下喔 如果有剛好撈到的話 就可以當作賺到 沒有的話也不用太難過 那如果你想要爬塔的 這隻角色基本上是必備的喔 如果你覺得台服會血流成河 你也可以稍微觀察一下喔 看一下這幾天 大家都爬到第幾層 來思考 你要不要去把這個粉毛給拉出來 再來呢第二隻限定五星角色 尼朵喔 我們點開立繪看一下 就是這個Cyberpunk的感覺 不過看來看去呢 就是沒有旁邊的粉毛雙馬尾好看 雖然說這也是我個人的主觀啦 那講到實力的部分呢 光PF的要角 可以當作主衛隊長來打拳 他是格鬥Type 也可以當作這個其他光PF隊伍裡面 一號位的薩伯衛喔 作為一個補傷害的角色 本身的技能是鎖頭也是無可取代的喔 也常常被其他類型的隊伍當作工具人 開放二樓呢 也會提升110%的攻刃喔 非常的高 雖然我沒有開 所以在我心目中 他完全就是一個強度檔的代表 你問我他到底值不值得抽 其實是蠻值得的 我真的覺得這隻角色不差 但有沒有必要到為了他拚命 大家也可以自己斟酌一下喔 在日服的現在的隊伍裡面呢 我還是有放他在我的光PF隊伍裡面的 打一些日常的高男副本啊 又或者是需要光PF的副本呢 他也是非常的好用 但有沒有需要到250抽 甚至是600歲 我覺得大家可以斟酌一下 如果你是中課程度以上的 我是建議可以直接拿到他啦 那如果是中課以下的 就可以思考一下 你自己接下來的規劃喔 因為到2.5周年為止 離3.0還有一段時間啦 那如果這段時間 你想要好好存石頭來迎接3.0 因為3.0可能甚至到有一些常駐 都蠻值得抽的 那你就可以跳過這個情人節的尼朵 我覺得也是沒有問題的喔 又或者是在未來光PF 還有非常多3.0強大的角色喔 像是我們這個流星季的 飛燕自由騎士團團長喔 其實他也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限定角色 又或者是我們第二次流星季的 萊特 萊特這個角色應該是 不論強度 大家應該都會想要抽的 所以你們也可以自己斟酌一下 他們也是光PF的成員喔 好啦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 情人節活動懶人包喔 說實話這一次的角色 真的是相對讓玩家比較心癢癢啦 因為這兩隻限定角色呢都是有了 會很開心 但是又不想要跟自己的石頭過意不去喔 如果我換算成需要到保底 才能拿到這兩隻角色呢 又會覺得有一點不值得喔 我只能說這一詞真的很符合我們情人節喔 我建議大家都是花一些石頭 小事身手看看情況對不對 沒道理說現實中沒有女朋友 遊戲裡面也不能抽到老婆 上帝應該是公平的 這個世界應該是沒有這麼殘酷才對 祝福大家都可以實抽雙限定 順利畢業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按讚留言分享 不要忘了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下一隻影片再見 掰掰 我們下 calm了